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情感当中遭遇了怎样的困惑 各位请看 很多事我都和他解释过 是他太小心眼了 一直纠缠着这些事不放 他现在脾气越来越大 一点小时就大发雷霆 我是因为得了假抗财这样 而且我很努力地再克制自己的脾气了 他为什么就不能体谅我呢 掌声有请这对夫妻 掌声有请 邓先生 33岁 来自湖南 工人 有请邓先生 熊女士 32岁 来自湖北收银员 有请熊女士 有请 欢迎老位啊 湖南人对吧 对 湖北人是吧 咋认识的呀 在一个工厂里面做试验似的 谈了多久结的婚呢 差不多三四个月的样子吧 就是闪婚 是吧 当时我们在工厂上班中午是不包吃的嘛 然后他就经常给我送饭 晚上接我上下班 对我很照顾嘛 我又想着他就也值得依靠 所以你就应该让他多送几个月的饭 这就是个教训你知道吧 送三四个月后悔了吧 结了婚之后怎么样 结婚半年怀孕了 他经常手机不离手 我要看他也不给我看 我说过就是玩一下手机 看一下电子书 玩一下游戏之类的 去看电子书玩游戏吗 但不是 就是凭我的直觉 我感觉他肯定有事瞒着我 他不让我看 我就趁有一天晚上趁他不注意上厕所 我就拿了手机看了 他一些信息 什么信息 他说 我把你放在最心里 我想你一些之类的 那都是同事之间开玩笑的 就是跟女同事可以说 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是吧 不是 主持人 我告诉你了 我问他是谁 他说这个男同事 我就感觉不对 多了个心眼 我就把电话号码记下来了 用我的手机打的 我打过去 一姐是个女的 然后我说你认识他吗 他说我认识啊 他说他没结婚 没有老婆 没孩子 我不可能凡人去说 我有老婆了 我有孩子了 我同事问我 我肯定会跟他说 他也没问我 我肯定不可能凡人去说吧 就不高兴 我就一气之下 我就收拾东西回娘家了 回娘家他就去找我 找我以后解释解释也没解释清楚 然后还给那个女的打电话 说说我老婆小心眼 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但是他也没解释说我当时骗你的 我有老婆 我结婚了 有孩子了 我老婆已经怀孕了 他都没有这样说 我一气之下我都抢过手机 当时很生气我就骂了这个女的嘛 你凭什么骂人家 那是我的同事 你真是说为了这个事情 我把工作都换了 后来孩子不就慢慢的生下来了吗 我就照顾他 一直照顾他 坐完月子 你想表明什么 我就是说我没在那里上班了 他不是说我跟人家玩什么暧昧之类的吗 他老是就是这个问题 那到底有没有 没有 我没有 我问一下现场的这个 就是咱们谈一个认知问题啊 就是一个已婚男人给一个未婚的自己的女同事发一条信息 说你在我的心里是最重要的 你们觉得这算暧昧还是就算开玩笑 觉得算暧昧的 请站起来 来来来 绝对是暧昧的就站起来 来 麻烦您这个环顾四周看一下 好 谢谢我们现场的观众啊 错没错 错了 说声对不起 对不起 哎 这事就过了嘛 好了 陈芝麻烂骨子不说了啊 后来呢 后来生下来孩子满月以后啊 那段时间他还挺照顾我的 就是月子里面嘛 照顾我 对 有体贴的时候 对吧 对 照顾我 后来孩子一满月他什么都不管了 又推给我一个人 孩子满月我要去挣钱养家呀 听明白了 就是妻子觉得先生在自己的这个产后 虽然月子里表现得很好 但是很快就不管自己和孩子了 先生觉得我是要去挣钱 是这意思吧 是的 咱们这个放在这儿啊 其实很多这个年轻的家庭都有这样的问题 不是你们一家 后来呢 孩子我一直带着 都一岁三个月了 还没断奶 跟他商量嘛 我说你跟爸妈商量一下 让他帮我带几天 我没把奶断了 他也不为我考虑 就也不跟他妈妈说 我家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妈妈那段时间 就是那个腰就盘吐 特别严重嘛 后来还不是他自己把奶断了 然后让我妈妈就把他带人了 我妈那个腰稍微好一点 他自己把奶断了之后 稍微好一点就把他把人带了 他去上班了 有一次我是同事嘛 叫我们出去也是聚餐 他就大发泪情不依不饶的 因为他平时出去玩 每天都是十一二点 几乎都一点都回来 我从来都没埋怨过他 我每一次出去 就是回来晚了 我都会打个电话 或者发掉信息给他 而且他说同事聚餐的那一次 六点钟开始吃 我心里想到 你吃四个小时 十点钟应该也要吃完吧 但是到了晚上十二点半 快一点钟的样子了 我才打通电话 他给我来一句 他说他在抹抹抹KTV 然后我就气得直接去过去 就把他拽回去了 我说你这起码的中重都没有 而且他拿的这件事情 他说我让他没面子 他就天天吵着要跟我离婚 就因为他去闹嘛 在一些我领导面前闹 不是跟领导有什么关系啊 因为领导都去嘛 因为部门里一些领导都去 聚餐都去了 这么多年也没出去玩 就玩了一次 他就不依不饶着 所以你觉得特别意去 后来就是搞得也没去上班了 因为关系闹僵了嘛 跟同事也不好也没面子了 所以刚才先生就说了 就为这个事 您跟他闹离婚是吧 后来怎么收场的呢 就又不离了呢 后面怀了二胎了 因为有了二胎又离不了了 是吧 有了二胎我就想呢 可能有了两个孩子 他可能会改变一点 就给他生孩子 生老二 那现在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有一次炒菜闲了 他就把碗砸了 桌子都闲了 他说我本心不让他吃饭 你自己不闷心想一想吗 你那段时间 压根就是没有用心去做饭 我在外面上班好累的回来 他不是饭今天就闲了 明天就是淡了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贵的 但是我也跟他说过好多次 他就是不听 而且我把桌子掀了 我把碗砸了 我是确实实实很难控制住自己的脾气 你自己你有没有去切实地去了解过 一个假抗很容易激动 这个是您去医院检查 大夫告诉您的假抗 还是您自己说的 大夫告诉我的假抗 他就是说我不好好上班嘛 因为假抗一个星期或者四五天 就要去检查一下指标 把那个药量调整一下 我都是请着病假去看着病 他就说我不好好上班 你心里委屈是吧 我一个病人如此努力地工作 你还不理解我 是的 他还老是跟我一些小事情斤斤计较 不是小事情 你对我发火也就算了 我就忍了 对着孩子面前也是这样 我大女儿是四五岁嘛 她经常出去找小朋友玩 找一些同学玩 她一下班回来没看见人 她过来的就是凶 孩子现在就是不想让她回来 说我不喜欢我爸爸 所以她好像在家里 在你的印象当中 脾气大了一些 是吧 对孩子也不好 她就是借着假抗这个理由 就是老是对我们发脾气 行 听明白了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在我心里面压了很久了 就是我 我父亲两年前去世 怎么了呢 其实那天早上 我妈妈就给我打电话 凌晨四五点嘛 打电话说 爸爸老一血去世了 然后 我就当时很伤心嘛 我妈跟她说 我说 我说要她起来 我爸爸去世了 我们俩一起回去 嗯 她就很不耐烦 她说 你自己回去吧 我不跟你回去 我说为什么 她说我没钱 我说 没钱也回去啊 你想想办法 朋友什么了 借一点 她说谁先在手里面 有闲钱借给你 她就是这样推脱 其实她不了解我 我但凡能想的办法 我都想到了 我爱情 我身体不好 看病就是花了钱也挺多的 确实是 手里面没钱给她 我为什么不愿意 跟她一起回去的原因呢 我怕丢这个人 因为我没钱 上岁以前嘛 我就干脆逃避 其实她不知道 我心里面 有多么的 就是也有很难过 主持人 你不知道当时 她不跟我回去 她没想办法 我就自己想办法 在我姐姐那里 就是拿着钱 我自己回去了 回去以后 我妈妈 还我姐姐姐夫 都问她 为什么没回来 我都没说 我只是说她工作忙 而且回去了 她连一个电话都没打 一句安慰的话都没说 所以你会觉得 在你最难受 最需要人支撑你的时候 没有人给你提供这个支撑 是这意思吧 对 这个事是两年前的事了 对吧 是的 现在还在被这些事儿 要闹离婚是吗 是的 那这次闹离婚是为什么呢 还有好多事情 还有好多事儿 还有就是 你说说 就是平时嘛 就是说她上班不好 上一个月三四天 也没攒到什么钱 我上兼职 也就养三千块钱 她不是身体不好吗 主持人 她就是不理解我 看病运的次数多一点 她就说 我不好好上班 她压根就没有理解过 我真的 很希望她都不理解我 她妈妈就怪我 说我大手大脚地花钱 说我不会过日子 她也没听我说一句好话 你们现在跟婆婆生活在一起吗 几乎是在一起的 因为我上兼职的 她帮忙带下孩子什么的 我不上班了 就是我自己带 那你现在兼职的频率是 每天都去工作 还是一周做几天 上一天休一天嘛 那种 现在等于你觉得 对你态度又不好 是吧 不关心不体贴 挣钱的能力还不行 挣钱的能力不行也就算了 脾气还大 是这个意思吧 对对 就这种男人 谁愿意跟他过呢 就为这些事情 经常吵架 反正是三天一大场 两天一小吵就这样 我就想着带着两个孩子 回娘家到外婆家去 因为平时又没在家 我也嫁得远嘛 爸爸也不在了 我妈妈也想 我经常回去走动走动 陪陪她说说话 她就不准我回去啊 你回去你不得花钱吗 你不是口口声声说没钱 你回去你没钱 你少买点东西 你没钱不给她钱 她也不会怪你 她知道你这个情况 就是不让我回去啊 根本就没把我家人 放在心里 你有多少年 没回娘家了 一年就一次 现在你妻子 要跟你离婚是吧 是的 离还是不离 我不会离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教一下 我们的各位老师了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你对面这个男人 他能改吗 我也不知道 这件事呢 我算是什么了 我总和画人家 他不能选择 有一天 这两天 等你 二天 好的 有人 最后 没事 已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有病啊 你们得让着我啊 我发脾气我应该啊 我是个病人啊 你觉得有意思吗 我们看到多少家庭 由于种种问题 比如说男士或者女士生病了 甚至有些失去了光明 人家不过了 人家说你看我这身体这么差 我就该发脾气吗 就应该你们照顾我 全世界就应该让着我吗 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逆境 该承担的责任就是要承担 其他的我不多说 就从你场上喋喋不休说你生病这点 足以看出来你不够男人 你还别以为说 哎呀 他也离开我不行 俩孩子他也看不了 人家真能离开你 这世界没有谁 离不开谁 好 谢谢阎老师 来 陀老师 假抗会让一个人暴躁 但是假抗会让一个人变得自私吗 他会让一个人脾气发生变化 他会让一个人的心发生变化 你从来没有把这个女人当回事 如果你把这个女人当回事 你发暧昧信息之后 你内心就会恐慌 不会在这个舞台上都不愿意承认错误 因为你没觉得这个是个事 如果你但凡是把她还当成是自己的妻子 她的父亲走了 即便是你隔壁邻居走了 你也会参加追悼会 你也会随个份子 我不相信你从小到大到现在你没有参加过追悼会吧 那别人都可以参加你自己的岳父你也叫爸 你可以不去 难道你得了假抗 难道人都不会做了 所以无论是那条暧昧短信的问题 还是岳父走了以后你不愿意送她的问题 所有都指向这个女人在你心目当中的位置很低很低 这种低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她挣钱少 第二个原因就是当初那么容易跟了你 所以自打她嫁入你家那天开始 其实她的位置就是很低的 所以这位女士你也不要老是去抱怨说 我的丈夫这样不好那样自私 这不都是你自己造成的吗 你自己都不把自己当回事 人家还会把你当回事 你自己都不重视自己 别人又可能重视你吗 别的不说 就说你父亲走 他不愿意去这一点 你就足以跟他离婚 我不知道你父亲如果在天有灵 知道今时今日 他这样对待自己的死亡 当年会不会让你嫁给他 这个男人今时今日会形成这样的性格 在这样一个堂尔黄之的舞台 面对亿万观众 都可以大声地向你叫嚣 那可想而知 这是一个习惯养成的过程 在家里它就是这样 你的今时今日 是你一直住就来的 我还是那句话 你要求着一个人尊重自己 改变 这是不可能的 我支持你离婚 但我知道你离不了 但是无论你离得了还是离不了 无论是将来离了一个人过 还是带着孩子过 你都要有自尊 如果没有自尊的话 你日子过不下去 所以无论离还是不离 接下来 你都得过有尊严的生活 这一点很重要 你听见没有 而对于你来说 如果你要是真的把他当回事 你真的觉得他是自己的妻子 为自己生了两个孩子 你但凡是给他和他的家人 有一份平等和尊重 听见没有 明白 就列 好 谢谢图老师 我们不谈生病啊 跟这个病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觉得这个 这个病这件事 不在讨论的命题之中 更多的两个人 其实还活在所谓的情绪里 女生的情绪叫委屈 男生的情绪叫你不懂我 其实我知道就是这样的家庭 你们仔细想一想 夫妻两个人生活的都不容易 甲康这样的病 重体力劳动是不太适合的 这是客观 医学是这样的 但是得干 得养家糊口 对吧 是的 所以先生有委屈 妻子也委屈啊 我当初怎么就嫁给 这么一个窝囊的人 脾气还这么不好 是不是 其实咱们想想都挺难的 很多人说 看你们节目 有时候说 你们站着说话不嫌腰疼 我说怎么就不嫌腰疼了呢 你们说的都是 具备这个条件 具备那个条件 而我们既不具备这个 也不具备那个 我老公也没有高学历 我就是个普通老公 他挣不了那么多钱 他就要天天去忙碌 你还让我那么疼妻子 你给我疼一个看看 我有时候想也对啊 他有时间去疼吗 男的也说 你们都说这个女人要 这个智慧啊什么的 我老婆就不智慧 哎 我碰 女生也说 你们智慧一个给我看看 好多女生就说嘛 哎 左颜老师身材那么好 是啊 人家左颜老师工作好啊 人家有时间健身啊 人家有时间自律啊 人家老公不需要人挣钱啊 我的老公天天这样 我又要带娃 我身材怎么能好呢 其实这就是一个 现实和理想相折中的问题 就听他们的故事 其实你心里面有气氛 但是其实也听到了生活的那点味道 有一段其实我心里是最 最难受的 是这个先生说 我要回去 我不敢 我给不了钱 我想拔份啊 我要面子啊 我那个时候 他的关注点是在那儿 我听到那段的时候 我特别难受 就是那个东西对我们来说重要嘛 面子 其实不重要嘛 重要的是你和你老婆把日子过好吧 我相信哪怕你一分钱 不送也比你不去 要好吧 所以我听到那段的时候 特别难 就是心里特别不舒服 我就说这就是现实 就是当现实和理想 发生很大差距的时候 我们怎么坚守我们自己的生活 这个是需要女生考虑的 你也得考虑 一起进入 真情60秒 老婆 这些年我知道 你跟我也不容易 确确实实 我也是有一点小题大做了 你不说的 借着这个病 在这里划 在这里借题划飞 我也希望你就是 能够原谅我这一次 给我一次机会 那医生不是说过吗 他说这个病能够 在近几年能够把它治好 我也会回到从前一样的 说什么都跟你心平气和 你没看到我现在说话 有时候就心跳快了 他都会有一点 有一点说不出来 所以我也会改 会就是我不希望孩子 就是他们能够 他们没有一个完整的家 所以说我希望你能够 给我一次机会 我也不想离婚啊 我想离婚吗 我也不想孩子都从单亲家庭吧 两位谢谢 请回吧 能不能好 愿不愿意去做一些改变 我想这个主动权 是在他们的手里的 来看看这对夫妻的选择 请开门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接下来我们来见证水 一开始热恋期都很好 但是这是基于双方父母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自从我爸妈知道以后 特别想让他跟他妈说我们的事 但是因为各种原因 他就是不跟他妈妈说 他年龄比我小 很多事情他都不能理解我 无法站在我角度上思考问题 而且他还去相亲 我特别的生气 我不知道我现在在他心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现在来自于生活和感情上 我承受了很多压力 我也尝试跟他说过很多次 他就是不懂 我觉得他现在的这个状态特别不好 无论是对于我们的感情 还是以后的未来 都表现得很消极 我尝试过很多种方法去劝他 但并没有什么效果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郭22岁来自安徽房产京剧 女嘉宾小郭29岁来自广东 自媒体创业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啊 现在网上认识的对吗 对现在网上认识的 哪年啊 在18年的时候 19年3月份的时候正式确认这个关系 一个是安徽嘛 一个是广东 最后你们奔线了吗 19年的9月份奔线的 小片里说没有父母介入的时候 关系都挺好的 似乎好像那段情感 父母成了一个绊脚石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主持人 他就觉得就是我妈不知道他的位置 他就好像不是我男朋友了 包括我朋友我也没告诉我 他也觉得我妈我朋友都不知道 他就不是我男朋友了 我们这段关系就不存在了 他父母不知道你的存在 是这意思吗 对 他的朋友也不知道你的存在 对 你父母知道他存在吗 知道 你父母那边有阻力吗 一开始的时候是只知道 我们俩那个存在 到最后是我父母这块的话 就是同意 对 你很介意 女生的父母为什么不知道 是不是这意思 对 我可以理解啊 就是每个家庭的那个环境不一样吧 是 我们不纠结这个 其实就有一个问题想问问 在你的朋友圈里 也不知道你们在谈恋爱 这是为什么 我有跟一个朋友尝试说了 但是他也不同意 我就不想要跟太多人说 我觉得感情是两个人的事情 我们的感情现在还不稳定 虽然说我们谈了快一年 但是它是九月才过来的 到现在才三个月 我不希望我们感情不稳定的时候 有别人去干扰我们 去给这个感情压力 行 这算一个你的说法 这个你是现在不成熟对吧 刚才话里话外 行 咱们接着往下问 小片里除了说到这个之外 还谈到了您在相亲是吧 是 但是那个是为了应付我父母 因为我不能公开他 那我妈肯定会觉得我没有对象 相了几回啊 相了三回 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她是主动告诉我的 我当时就在想 现在都在一起了 你妈妈安排相亲 我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她当时主动告诉我的时候说 对方这个家庭里面有多好 然后工作有多好 我就觉得她特别想去 其实我没有想去 我也没有说她家里到底有多好 以前的相亲对象我也跟你说了 条件我也跟你说了 你没这个反应 你就觉得这个相亲对象你比不上他 你自己心里自卑 但是当时你给我的感觉就是 只是你只是跟我说一声 我想知道去还是没去 没去 没去 没去就好了吧 但是当时她给我的感觉就是想去你知道吗 那你做了什么她没去呢 我就是很深情 她没做什么 她就是很自以为是 她以为是因为她不想去 所以我也没去的 但其实我就是觉得她也不是很乐意 她也过来了 那我就不去了 好 那么为这件事情你们俩怎么处理的呢 是心平静气地过去了 还是说为这件事情有争执 有争执的 争执到多大程度 当时就直接吵起来了吗 吵起来了 直接吵起来了 然后她又交视三天 我找不到她 我当时心里是觉得她就是不理解我 我不想跟她说 她听不懂 你试着跟我说说看 我们能不能理解 好吧 我当时就说我们需要点时间 我们感情还不稳定 我们的感情没让我妈知道 我妈肯定就以为我单身 以为我单身就想给我介绍对象 去了我也只是应付她 我也不会跟她有什么 如果我要跟她有什么 我也不会告诉她 对吧 我也不太理解 你不是跟我在谈恋爱吗 你可以不去啊 但我后来也没去啊 对啊 也不至于消失三天吗 因为我本身压力很大 我除了她的情感压力 还有我自己本身的压力 我本身工作的压力也很大 就是我做这个工作室 前期投入很大 到年底了 我的经营很困难 然后我就 就是各方的压力 还有这种情感压力 她也给我施加压力 我就打一个人进一进 所以那三天 其实你是消失不见的对吧 我其实都是在家里 就是给自己一个冷静时间 一个人去冷静了 那后来三天之后 是怎么又在一起了呢 三天之后 还是我去找她嘛 就回去跟她说我不去了 她就觉得不去了就行了 这男生现在你是不是觉得 他在你的创业阶段 也帮不上你什么 确实帮不上什么忙 你现在在那边做什么 房产经济 对 你工作忙吗 比较忙 行各干各的呗 这小伙子你当初喜欢她什么呀 我觉得她很细心 就是她能记下来我喜欢的东西 细心 然后她也很耐心 有时候我脾气可能比较不好 然后她就会 比较耐心跟我解释去包容我 但是我觉得她老是不信任我 而且她还很小孩子 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给我额外的压力 比如说呢 比如说当时工作室 我确实是就是有点做不下去了 感觉 那我就说这工作室 你也帮不上忙 我也有点做不下去了 我说要不我把它关了吧 她不肯关 然后她就跟我吵架 反正前面说了什么 我忘了 她最后说了一句 她说你现在工作室做不下去关了 那以后我们感情有问题 你是不是要把我甩了 你就要跟我分手 我就觉得她很无理取闹 你明明可以做得下去啊 只是当时走转不灵而已 你说你做这个工作室做的不行吗 明明是有效益的 明明可以做 你为什么不可以做 只是当时因为走转不灵 只是当时因为走转不灵 压力很大吗 感觉做不下去 主持人他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就是遇到问题 他他觉得没有办法去解决 我想帮他解决 他他觉得我也没办法去解决 然后他就对生活 或者说对我们那样的感情 对以后的未来 都很丧气 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所以你觉得是有希望的 对吧 对 坚持是很重要的是吧 对 但是他不这么想 对吧 他不仅不这么想 还认为你不够成熟 是吧 后来工作室关了吗 后来没有关 这个没关是在他的坚持下 被迫没关的 还是说其实你发现 我通过了一些策略的调整 可能工作室还能坚持一下 其实一个就是我自己情绪调 就是调好了 再仔细想 他还是可以再坚持一下的 就是我好奇怪的哈 你老说他不成熟 但是最后你都按他给你提 工作方向走了 走到现在这个阶段 看结果还好 后来我说工作室不关 那我就说我去直播 他说我回去直播 我等下跟那个绑几绑几跑了怎么办 我说那我去找一个工作 我去广州做个前台行不行 我朋友给我找好了 大公司的前台 他又不给 他说我们异地 因为他在佛山做房地产 我在广州他不乐意 那我想去广州 你也不让我跟你去啊 那你不适合做广州做房地产 广州做房地产 跟佛山的市场不一样 主持人他就是一直不想 让我融入到他生活里面去 来我问问吧 你喜欢他吗 我喜欢他 你觉得什么时候你们的感情 就差不多成熟了 成熟的标准是什么 我觉得就在我的心里 我觉得至少一年半载 才比较稳定一些 所以今天上来了 我也是比较希望他能改一下 他这个很没有安全感 就很不信任我的这种感觉 我问你啊 就是咱们这件事 不告诉对方的父母 慢慢谈着行不行啊 你接受吗 我不能接受 为什么不能接受呢 那在一起就是没有什么安全感 我觉得 他他妈知道了就有安全感了 如果他妈真知道了 他妈说 如果你要再跟那臭小子谈恋爱 我就死 主持人 你说怎么办 你回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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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是主持人 你说的是如果这种情况 如果说真的是面对他爸妈了 我会根据当时的情况去做选择 做什么选择 跟他在一起 或者不跟他在一起 也就是说他妈 他爸他妈如果极力反对的话 你还考虑会放手 是吧 不会 那你刚才说的 你刚才说的 你刚才说选择在一起 或不选择在一起吗 你意思不就是说要分手吗 当你跟我谈恋爱的时候 你不是说打死都不分手吗 什么宝宝我最爱你了 亲爱的 你就最好的 你最漂亮的 你现在在台上就说实话了 就说如果我爸妈反对了 你可能会跟我分手 所以我为什么就不告诉我嘛 就是这样嘛 我真的害怕 但是你如果说 让我等你半年或者一年 这个不确定因素太多了 你的逻辑是 他的父母知道了 你就有安全感了 对吧 是 所以你急于让他把这段感情 向他的父母来公布 是这意思吧 对 那如果他向他父母公布的话 就会有两种结果 一种叫顺利同意 第二种叫极力反对 如果要是极力反对的话 怎么办呢 这样情况可能会 可能会不会跟他在抱歉 主持人你看 他就是很不成熟 其实我去相信 不不不不 我去不跟我妈说 不成熟是你选的 听我说 不是你让我说行不行 就是我瞒着我妈这样子 因为我害怕你说的那些情话 我其实是在用我的方式 去保护我们这段感情 我希望这个小树苗 茁壮成长 就半年到一年 茁壮成长之后 他有能力 他能更坚强地去面对风雨 不是说现在这么小一颗 随便来个雨就倒了 就死了 听懂了 接着问啊 那也就是说 见了他父母之后 其实就决定了这个情感的走向 对 是这意思吧 如果畅通无阻 我们继续恋爱下去 如果碰到了阻力 其实我会考虑放手 对还是不对 对 所以倒回头就问女生 你的男朋友 其实面对这段感情的时候 他害怕遇错 如果他父母同意了 或许我会坚持下去 如果他父母不同意 那我就不要再花时间精力了嘛 我就走了嘛 这是他的真实想法 你了解吗 其实我猜到 就是 所以说不愿意面对的是你嘛 并不是这小伙子嘛 我也不是不愿意面对 我是猜到了 他是这么不成熟 他是有这个想法 但是我需要时间 是因为我需要 更确定我们的感情 还有给时间他成长 我们的感情需要成长 他也需要成长 他现在还是个小孩子 我觉得 他还需要一点时间 但是他肯定是我男朋友的 他说要来 我就跟着他来了 要是他不是我男朋友的话 我肯定就立刻 就跟他分手 我相信没有人质疑 他是不是你男朋友 他自己质疑 来 小伙子 请你给我开列一下 你对女朋友的要求和标准 什么样的女朋友 让你觉得是有安全感的 给我三个标准 来 呃 比如说让家人知道 来 第二个标准 至少让身边的人都知道 第三 嗯 他就是觉得 没有 我跟他吵架 我也拉黑他 他不完全感 没有问您 不用您替他回答 我看到他都着急 不用 你不用着急 我都不着急 你着什么急 来 第三 至少是 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内 行 你的这个我明白了 现在你的女朋友 显然都没有达到这个标准 对吧 对 所以你极度不安 对吗 OK 恰恰是他这样的想法 会让你觉得他不成熟 是还是不是 是 所以你也试图用你的方式 去跟他沟通也好 还是交流也好 但是你发现走不通 对吗 是 他有他自己 特别固执的念头 对 可是现在让你离开他 你又舍不得 是 假如 当这段恋情被天下告白之后 没有人祝福 所有人都要拆你们 你都有女朋友说 我害怕我扛不住 我会跑掉的 对于这个东西 你能接受吗 我会选择跟他一起去面对 你又变了 你怎么面对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面对 不不不 所以不要吵 其实聊到这儿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了 有什么问题的所在 两个人关于一段爱情 这个爱情的阶段是什么 是稳定阶段 谈婚论嫁阶段 还是开始的阶段 没有达成共识 两个人对于恋爱的方式 到现在为止 没有达成共识 两个人对未来的生活 其实压根就没有规划 所以才会出现到 女生谈及的 去哪工作的时候 男生有什么样的想法 所以我这么听下来 我自己的感受啊 大概从九月份 登线到现在 你们这三个月 见面的感觉还不如你们在网上聊的开心 对吧 因为女生感觉到的压力 这个压力来自于工作 对吧 来自于情感生活 男生其实也不开心 对吧 好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好不好 来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姑娘是一个极度缺爱的人 这个男生是一个爱意出的人 一个爱意出的人 和一个极度缺爱的人 双方都是自己一夜空中的星星 所以你们会被这种相互之间的吸引 我非常建议你们今天不要从对方身上去找问题 而从自己内心身上找问题 尤其是姑娘 你说她没有安全感 你有安全感吗 你说她幼稚你成熟吗 我们对于爱人的要求 不是来自于说这个爱人你要多成熟 你得多有钱 我们找一个爱人的最终的目的是 这个爱人能够给我带来一个支撑 这个支撑感无论是精神上的物质上的生活上的 无论是一个温度的支撑都可以 只要有这样的一个支撑在 我们就应该去承认对方 我们连承认对方都不敢 为什么 因为没有办法承认自己 所以我给你的建议真的 不要再去指责任何人 回去好好想想自己 回去好好看看自己 回去好好去接受自己的生活 就这样 好 谢谢陆琪老师 来 珊娜老师 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全身心的投入到这段感情当中 两个人都做好了随时退出的准备 男生是打着女生是否要告知家人 公开你们恋情的这样的一个保护伞 做好了随时撤退的准备 如果你妈要不同意我马上就撤 女生是打着我不能告诉我们家人 不能公开我们关系 你要是逼迫我的话 我就随时撤 反正我听到现在为止 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全身心的投入到这段感情当中 如果像你们这样自己都有自己心里面的那点小算盘 在一起都不坦诚 那还有什么在一起的必要 接下来我问女生一个问题啊 如果你跟一个男生在一起 这个男生不在朋友圈公开你 不跟自己的朋友介绍你 不把你向他的家人介绍 你会怎么想 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是备胎 我还是觉得两个人过得好就可以了 因为我 好你记住你现在说的话 如果有一天一个男生在朋友圈屏蔽你 在自己所有的社交圈 不去介绍你不认可你 你会觉得只要你们俩过得好就可以是吗 那我告诉你你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潜质 这个潜质我就不说了 其实如果发这件事发生在你的身上 你一定不认头的 因为在任何一个女生身上 她一定要让自己的另一半承认自己的存在 这是每一个女人心里面的这个要求和底线 所以你所有的表达和你内心的想法 是不对照的 是不对等的 你有虚荣在作祟 而且很强的虚荣心 再有一点你刚才提到 你说 我们两个人感情现在不到一年半载了 就肯定不稳定 然后我也不知道我们俩未来的感情会怎么样 那我问你 如果是你妈妈给你介绍的一个条件 非常好的相亲对象 你觉得你们俩的感情会稳定吗 所以你根本在意的本质是什么 你就大大方方的告诉她 我告诉你 你不公开她 就是对她的否认 然后去相亲 就是对她的不尊重 挂在嘴上永远说你不懂 就是对她的看不起 但你放不开的是什么 放不开的是你觉得她 对你的用心和在意 但是我们想要的东西 不是说所有都能得到 我又想要一个男生条件 像我妈妈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那样好 我还想要一个像他这样 对我百依百顺 能够记得我所有的喜好的男生 那凭什么所有的好 全在你一个人身上得到实现呢 所以不能太贪心 否则的话你两边什么都得不到 要跟男生说的是什么 你也对她没有太深的感情 你只是很着急的 要把自己的价值体现出来 因为你在她这确确实实感受到 那种自卑的压力 然后你急于要让她承认你 你是急于需要得到自己价值的体现 你也并不是爱她的表现 所以既然这样我觉得 那大家都不用再往前走了 好吧 好 谢谢莎娜老师 来 于老师 用两个字来表达一下我的观点 叫错爱 为什么叫错爱呢 我们来想一想 爱这个字 我们怎么解读 我想问女生一个问题 你真正的男朋友标准是什么 不想回答 你慢慢想就可以了 男方 我大概看到的是 你的爱的任性 爱 是觉得对方好 我喜欢 于是 爱就意味着 我要得到 所以急功近利和要结果 在你身上表达的淋漓尽致 所以从爱的阶段角度来讲 此刻 我也非常同意前面几位老师 包括主人所讲的 你现在还不是一个情侣关系 你是在一个追求的关系 只是你还没有追到 那我也非常害怕 在没有追到的时候 就有那么多的标准 比如说要公开 你的这样一个身份和关系和确定 那 如果女方答应你这个要求 你一定还会 第二个要求 一步一步的得寸进尺 是不是这样子 你要看你以往的生活 你想要得到一样东西 是不是马上就得得到 按照这个原理 有可能你得到的快 你毁掉的也快 有的时候是你自己要把它毁掉 我不要了 我不喜欢了 不新鲜了 当然也有可能被动的毁掉 今天全部公开了 父母不同意了 朋友不同意了 他也不同意了 你们的感情就在这个时候 夭折了 也就意味着在追逐这个阶段 只是你一味的要展现你爱的一个过程 而不是要结果的过程 你要的太早了 最终你可能要不到 这叫错爱 而女方呢 心里面 明明觉得她不合适 如果你真的觉得就是两人的事 那我就可以说出来 你们同意和不同意 跟我没有关系 但是现在你又顾忌 父母的感受 那我全体当成一种孝心 但是你又说我朋友怎么怎么样 你又在乎朋友的评价 所以说感性上来讲 你舍不得这个男孩对你的好和追求 理性上又告诉你自己 这又不合适 这种错爱也会让你觉得很纠结 你内心里面 并没有完完全全在理性上和感性上 接纳这个男孩 当然了八个月的时间 其实也该做了一个基本的决定了 说差不多 我能不能判断一个 他是不是和我男朋友的标准的这么一个角色了 所以呢两个人的错爱就为此发生了 从目前来看 我的观点 两个人不适合再谈下去了 你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当然了这只是建议你们自己反诉 好 谢谢于老师 来 顾老师 女生啊 如果把她的身份公开 最坏的结果会怎样呢 就是可能 父母家人都不同意 不同意会怎样呢 每天都来跟我说 让我分手 父母反对你的 男朋友给你压力 还有 工作室创业失败给你压力 哪个压力是你最致命的 工作了 那也就是说 父母的反对 其实压力并没有那么大 最主要是工作 是吗 一个现实的男人碰上一个现实的女人在一起 是游戏 一个现实的男人碰上一个浪漫的女人在一起 是生活 一个浪漫的男人碰上一个现实的女人在一起 是悲剧 一个浪漫的男人碰上一个浪漫的女人在一起 是小说 你觉得你们是哪一种 我觉得你们是现实的 碰上现实 你们俩都是游戏 女生现实就不用多说了 本来大家可能认为男生是浪漫 其实男生也是现实 你要的不过是 暴露你们俩之间的关系 而爱情真正的实质 不是要暴露你们的关系 你们是什么关系 你们自己内心非常清楚 你们彼此认可就够了 根本不需要我们这些人来认可 你们俩之所以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分手 就是因为你还没有被曝光 一旦被曝光了 你们的分手之日就已经到 明白吗 就这 谢谢 好 谢谢陀老师 剩下就是你们自己面对 是个什么阶段 你们心里比我们都清楚 生活不要强求 有些面子是不要的 不爱就是不爱 没有这样的关系就是没有 不要强扭在一起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有些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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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两位 请回吧 来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 请开门 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 让他们试吧 让他们去碰吧 因为这又生活嘛 还是要谢谢你们 你们能来啊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有网友提问说 我和男友异地恋一年多了 人家都是男朋友去看女朋友 而我们俩总是我坐飞机去武汉找他 现在呢 他还要打算去加拿大读书 我希望他不要去 但是他很决绝 我不知道他还想不想和我继续下去 我都要恨死异地恋了 他还要跟我一国恋 我该怎么办 求来的爱情不是爱 其实呢 我觉得你就让他去加拿大吧 这么远的距离 你就会发现他是否真的爱你 而他又是否值得你等待 再一次的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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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